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全部都被瓜分掉了 就是被美国人拿走了 或者是变成了代理人手上控制的资产 这个代理人哪怕是个白手套 这个东西也不在国家的手上了 普京上来之后干了一件事 就拿这些寡头开刀 把这些资产都拿回到国家绝对控制状态之下 要不然打起仗来 那都是属于资本家的 那怎么办 所以普京当年是做对了一件事 而普京有机会做成这件事 源自于叶利钦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叶利钦这个大酒鬼 苏联解体跟他有大有关系 但是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在他自己不理朝政 天天烂醉 但是呢 他把普京放在这个位置上 干成了一件事 致使俄罗斯后来终于出来强人 开着苏联7前线打车臣 打老实之后 回来把这些寡头一个一个张三李四 摁到那条摩擦 资产归国家所有 叶利钦就是挂从台湾的 叶利钦当时得票只有14%不到15% 所以那个时候叶利钦想当一把手 人家拿钱砸出来 叶利钦又当了总统 所以叶利钦完全就被人家操控了 叶利钦不能理政的时候 叶利钦推荐了普京 普京他原来在圣彼得堡 在那当市长助理 号称是懂一点经济 经济学家其实他的职业是克格勃 那是掏枪动作非常快 那帮寡头同意了 说这小个子看上去以后都不起眼 不起眼小个子 我们连叶利钦都能搞定 搞的他不是一样吗 他就是随便拍护他们 没想到普京上边说这个人 所有的努力都搞失败 无论是阴的阳的 这是街头搞革命 还是搞颜色革命 反正中情局布置的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布置的 所有的在苏联搞政变 搞颜色革命的图谋 都叫普京给灭了 所以普京反对颜色革命这方面 带有他们那个职业特点 克格勃干得很厉害 西方人想盼着普京死啊 老是感觉的是普京得什么定了 为西方人研究啊 普京老师这个出来 这个胳膊老师 这样放哪是吧 对对对 这研究是不是很得什么病了 最后啊通过研究 哦他是干克格勃时候养成习惯 这拔枪比较方便 接着就能拔枪 对 他也是手紧紧的靠在这种人 最快速的拔枪 时间长了就形成习惯了 嗯 他当时驻东德嘛 是个处级干部 嗯 是忠愈之手非常冷静的 这次普京不是上那个 哎呀上个吴子别和斯坦 撒马尔潭 看下都不一起了 哎呦好多人 这一看直接就崩溃了 因为他下飞机的时候 飞给他看他 就和那几张街跳下来的 跳下来都没等到 这些服务员的线巴 就上上去了 那真是人家那一套工作 人家一起合成 这领导人都喜欢 在人前显示自己很轻 拜登也一样 拜登上那个空军一号的时候 他往上跑小跑 加重跑 你八二十多了 你跑 你跟人家普京六十多 还是不一样 差二十多年呢 这个机器运行了二十多年 没大修啊 吓着往上跑 啪摔个跟头 啪又摔一个 啪又摔一个 然后呢 那个摄影师把这个东西放慢 在前段时间 还有普京在台上 不是 拜登在台上 讲着讲着话 讲完了以后呢 出来就漫无目的 朝一个无人的方向走 然后呢 动作刚空击我手 哈哈哈哈 拜登跟普京比 那普京确实是有活力 对 你感觉就是说 这次就是说 这个乌克兰反共啊 这台司机 上前推进了六千匹房 到底什么回事啊 他开始 他是这样 他战线有一千多公里长 乌克兰是个大国 乌克兰是除了这个俄罗斯之外最大的国家 他那个战线 就乌东河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腹地 一千多公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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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犬牙交错 而且无险可守 都平原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俄罗斯一共就二十万兵 然后呢 这边还得留着 一共二十万部队 十五万部队 这么大一个国家 你说中间有多大空龙眼 那找个空龙眼 他推进去太容易了 而且是平原的战车就开进去了 一千平方公里说的下次 然后来说到九千平方公里 一千平方公里就三十公里 乘上三十公里 不就一千平方公里吗 是吧 九千平方公里是个什么概念 平方公里 平方公里 这一百公里 穿上一百公里什么概念 一万多平方公里 所以从这开始到那一百公里 从这开始到那一百公里 你想想 我昨天去的乡德州 这多远 好几百公里啊 是吧二百公里吧 所以你要一百公里乘一百公里 这就是一万多平方公里 因此被西方媒体说成大捷的 大反攻的 势如破竹的 所谓呢 这是战术性的调整 俄罗斯他这个守兵很少 打不过就跑呗 也或者是收缩兵力吗 也或者正好就是有人空档了 注意啊 即便在他们宣称说 乌军大胜的时候 制空权在俄罗斯手上 所以所谓大胜只是宣传战 没有用了 别来说集结百万大军在哪呢 哪有百万大军啊 而且俄罗斯军队啊 他是普京是这样 普京表面上是什么时候都敢干 其实每一步都留有余地 为什么不叫战争 而叫特殊军事行动啊 就是说很多顾忌嘛 带着镣铐跳舞 桥梁不能炸 车站不能炸 民航不能炸 电视发射塔不能炸 油库不能炸 核电站不能炸 水坝不能炸 四来水管不能炸 水塔不能炸 垃圾分烧场不能炸 军民楼不能炸 市场不能炸 哪都不能炸 只能针对反抗的军事目标 用普京的话说 是纳粹是你 那这个仗怎么打 所以你就看这个俄军 俄军跟二战时候的打法一样 长阁长阵埋伏在这个基辅郊外 然后有限几个军事目标 烫 烫 烫 是这样 为什么 为了留有余地 但是因为西方支持 太给力了 所以呢 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那演爽了 演大元帅 好家伙就是不局部 就是打我死了 打的好了 就升级 现在半年来 是不断的升级的结果 是互动的结果 是彼此影响的结果 那现在 乌军宣称大声 那 那这个俄军 俄军呢 就是来做当兵来将颜 而且呢 俄军盼着冬天来啊 冬天 冬天是俄罗斯人的好朋友 当年的这个法国人 当年的德国人 小胡子 都是下大雪 德军到的 这个当时这个苏德前线 已经兵临成 亚莫斯科了 莫斯科 阅兵之前 那是一冒险的阅兵 战场上 那战士们向 撒了元帅敬礼 然后就直接走上战场 90%没回来 那个时候 德军前线 已经把呢 举行了 胜利的 大典的 那个礼服 都做好了 但是没想到 我天啊 太冷了 零下40度 唐克也不灵了 枪帅也冷了 人大逼得流出 都变成 变成冰棍了 哇 傻了 现在也一样 乌克兰军队啊 对严寒有耐受力 但是呢 严寒来了之后呢 他很多很多东西受限呀 所以严寒来了以后 俄罗斯最大的主动权就在于油和器我足量储备 我不给你 拿你德国 你不是什么 你不是给毒涉导弹吗 你不是给重型武器吗 你不是给钱吗 好家伙 你对我的油气的需求 依赖72% 你拿什么打仗 你扛一个月 你扛三个月试试 老百姓怎么办 我今天刚刚做了一期节目 特别逗 27个欧洲国家向中国伸手 做这个动作 干嘛 啊 不是啊 朝中国 求救 求救 说你有多少电热台 我全要 有多少电热 所以那浙江的电热台企业呀 磁锡啊 什么什么的 浙江大 所有企业开足马力 加班加点招工人 因为人家是 这一个月就一百多万条这个电热台 而且27个国家一块要 好家伙 我们现在出口增加 150% 这太热闹了吧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能源涨价十倍 咱们的那个山东有个企业叫德向 德向集团 他生产电视设备 我跟他那个老总 那小伙子是我的朋友 他们家那个就是挂到墙上 是一幅画 弄到天上 这个天花板 放到地上 可以是任何一个 比如说这个东西就可以是一个 宿内就可以是一个 然后他插上电之后 他热转化率非常之高 哇 他得到消息 乐疯了 他怎么早点告诉我消息 发财机会 到俄罗斯给他提供 这不电热台 替代品吗 对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在 这个俄乌前线那个地方 冬天来了 是俄罗斯人的好朋友 是啊 因为他好多指挥官 北约的 美国的 北约的 北约的 指挥到连 指挥到连 就是 乌克兰军队表现出一定的反抗能力 这和呢 2014年之后 北约指挥官直接指挥到连有关系 还有呢 星辆提供的单向 单向信息 还有呢 边境上到处都是 这个什么 美国和西方的这种的 就信息 现代战争 信息化 俄罗斯这这方面的 更新速度 你没法跟美国比啊 所以呢 确实有些被动 但是就整体而言 那打仗靠油啊 靠气啊 靠动作敌凯啊 还有俄罗斯 大杀气没用呢 这两天的变化 你知道吗 最大变化 普京说 为保卫俄罗斯领土 我们不惜动用 所有的俄罗斯的武器系列 所有的俄罗斯的武器系列 这在形式逻辑上是全程肯定 没有例外 那好啊 那地火系统 地狱系统 1985年就开始部署的 同时启动几千枚核弹的系统 叫地狱系统 什么意思 你把我莫斯核给灭了 所有的人都没了 我这套系统自动运行 几千枚核弹 射向五大湖 射向这个华盛顿 射向纽约 咱们一块玩玩 我没了 你也照样完蛋掉 现在的估算呢 就是1985年的估算 200枚核弹头 可以彻底灭掉美国 200枚就够 现在这套系统 是几千枚核弹 沙皇末日系统 这有两颗就可以 把纽约撤离灭掉 所以现在普京话说到这种份上了 你注意啊 美国和这个七国都说硬话 但是没有一个说具体怎么应对 就软的怕硬的怕 愣的怕 不要命的 我不要命 你感动 而且普京说这个领土啊 您知道我回去 我这段时间我和这个俄罗斯人对话很多 整个对话时长 若干次 他们的教授 他们的议员 他们的记者 他们的主编 他们的这个 第二台的这个评论员 包括在俄乌前线采访的记者 包括被乌克兰抓过的 这个俄罗斯第二台的记者 对话 总计长度 差不多十个小时 九个多小时 所以我对这事呢 知道的多一点 那那现在 俄罗斯啊 顿尼斯克 卢干斯克 那块松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 扎布洛罗 扎布洛罗 这四个地方 他连着牌子 大大大四个地方 哇 这一地方全占了 多大面积啊 差不多江苏省 那么大面积啊 知道吧 中国江苏省 浙江省这么大面积 这地方全占了 如果 这两天不是公投吗 如果公投通通过的话 就意味着 这个地方 宣誓 我们是俄罗斯人 迅速取得 取得俄罗斯国籍 好 那俄罗斯的边境 就推到这儿 就推到这儿了 那现在保卫俄罗斯领土 这就是俄罗斯领土 好啊 不 现在你不用真打 你现在你 沙袋在那儿 是吧 沙盘在这儿 美国人一个兵都不敢派过来 那些这半年都不派过来 普京摆出这种架势了 而且你注意啊 有两个人插上了 一个叫梅德维杰夫 前总统 一个叫呢 什么 九加诺夫 九加诺夫是共产党的主席 坚决支持 不停这么干 83%的支持力 还在往上涨 同桌地开 增兵 叫战争 扩号 不分动员 追加30万人 30万人追加 这些不能直接打仗 但是在后方守卫啊 剩下这些人 压到前线去 保卫新国土 好啊 那现在球就提到美国总统 拜登脚下了 打不打 核武不一定上来就摸入系统啊 核武上来就杀黄系统 杀黄大大炸大炸 也不用 我弹数核我用了 哗 没了 你用不用 你用人类毁灭 你不用 不用就承认现实 所以啊 主编同志 我看俄乌前线这事 看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说 我们现在还是从林法则的时代 从林法则时代 所有的一切 反正最后从林法则 这事说了算 是啊 二战之后 我们那时候几十 多少 几十亿人打到一块去了 大家痛定思痛 都说不打了 不打了 我们要成立一个国联 我们要联合国 我们大家有事商量 你们五个大哥主持公道 然后咱们有事商量 但是联合国后来管什么用啊 美国人当了老大之后 他只要合适 他就联合国 不合适 他一脚踢开 二战之后 美国发动了250多场战争 什么时候的尊重过别人的主权 一碗洗衣粉 就能把一个主权国家炸个稀巴烂 阿富汗那样一个 前文明社会 部落长老 那样统治那样一个社会 他过去炸了人家二十年 那哪有道理 所以聪明法子 中国如果不是毛主席给咱留下 两代已经和谦顶略家不事 那人家早顺手 搂草打兔子把中国灭了 所以讲股市价值 讲人权 讲主权 就高于一切 讲人权高于一切 你听他胡说八道 所以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 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今天我们的强军 我告诉你国防力量不强 军队现代化建设不行 只有任人挨打 中国 现在史上所有悲惨的遭遇 如果我们今天 不解决好这事 我们明天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里在建峰之上 对呀 大炮射程之内 这里在大炮射程之内 那俄罗斯为什么这么干 你把俄罗斯逼疯了 华春莹讲一句话讲得特别好 一个男人 你把他逼到足入可走的时候 你想过他可能做什么吗 你干嘛北约东扩 六次 你原来离他老远 两千公里的那个缓冲带 不 你六次直接到这来 你天天拿一个刀在这 你天天拿筷子捅他眼睛 杀了一万四千多 讲俄语的老百姓 罪行就是因为你坚持 俄族人的生活习惯 你坚持讲俄语 他90%的人都讲俄语 你突然不让他讲俄语 学校不准教俄语 谁讲俄语谁违法 有几个讲俄语的 本原来的议员还出来喊 喊说抗议 然后我们提案 然后这人就没了 所以你看 乌克兰战争打起之前 普京那个动员报告里边 讲到这一段 那是乌冬地区一万四千多人 巨大的人道主义在那 普京眼睛里面都快流泪了 例如说中国你想想这事 我们有一万四千多人在那被人杀了 然后你想想他什么呀 我昨天晚上跟一个老兵在一起 那老兵我讲个事特别逗 他说打仗 怕死了 我说你这这么大棍 你你现在退休了之后 革命一直摔退 怎么能是怕死呢 怎么怕死啊 我刚上那大个话 我尿都吓出来了 他才能要越战 尿都吓出来了 哪能不怕死的 我说后来呢 你怎么立功的呀 他说 看着我的哥们 他举了一切人例子 没了 脑袋打穿了 他说那个时候啊 我就不是人了 我妈是野兽 哎呦 我说的感动啊 所以像俄罗斯出兵 这种行动 你要是建构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上 你陈述这样的道理 那就很多很多的人 他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一个人被逼到份上 你他喝完了以后 一扔 我不是人了 你不人我不义 对吧 投桃报李 这说到底 这斯拉夫兄弟分家完了之后 闹别扭吧 本来兄弟打架 兄弟打架就是兄弟打架 你把别人扯进来 这这这是犯大忌呢 拿中国江湖的道理来说 咱俩有意见 是吧 普京当时语中心常讲一个道理 说即便是现在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贸易额 超过乌克兰 你和任何一个 你去献辈那些国家 你们这些贸易额 也就是说你在我这儿光是我过境的油气 你你偷着的弄了多少 你给你多少贷款 这不都是兄弟俩闹别扭的话吗 但是乌克兰他本来是可以选择八面玲珑的 所有的片子都站的 不他要选择另外一边 选择另外一边 选择另外一边那好了 那你就把一个双边关系 变成个多边关系了 那大哥 对这个背叛自己的兄弟的仇恨 那和一个没有交情的人的仇恨都不一样 一个陌生人 我踹他一脚就解气了 哪里说非弄死你不可 关系他这边也让美国钱都买成了 变成了美国 都是美国劫了是吧 对